这浩天对你还真是不公平啊 让你敬爱的人死 却让你仇恨的人活 就看男子将长剑置地 手中掐指捏绝 一道金光符文乍现 宁缺一正 不想此人竟是罕见的强大服尸 我来自西林 杀你不是为了夏侯 而是为了光明 宁缺这才知晓 二十年前途径自家满门的夏侯 竟是受了西林大神官为光明的指令 在想到自己的师父颜色 与微光明一战和其同归于尽 那苦心压抑的魔气再也无法控制 那道道星红与黑气 不断从宁缺体内迸发 这服饰心中大害 本是境界相当 如今宁缺入魔 战力绝不能小觑 当下汇聚周身全部天地元气 御用这困字符将宁缺彻底封禁 可惜这服饰终究低估了宁缺的实力 就听其一声爆喝 一把尚未开刃的坡刀户的传入手中 猛的一跃而起 这服饰已是惊颤 自己这困道服术竟对其无一丝效忍 空间中的天地元气 竟被宁缺撕扯成瘫流乱血 这服饰已是无法将元气凝聚 只能选择近身博弈 可入魔的宁缺哪里是那小卡拉密 一大脚开出便将这服饰踹了出去 随后那坡刀挥出便让这服饰当场丧命 此战让宁缺自己都绝无比诧异 心中怒骂那连生三十二 非要再临死将那魔宗秘法传递 浩天的规则是从不容忍那入魔之人 自己又将如何守护这个秘密 大师兄 小师叔是不是因为入魔 所以遭天珠而死 是 宁缺心中一正 连柯浩然那般的天才 都无法抵御这浩天惩罚 自己又要如何面对 李漫漫似是看穿宁缺心中想慎 见宁缺未有询问 也不再多说 毕竟一切都是机缘 只说那墨珊珊还在外面等你 宁缺心中一小事 忙于墨珊珊在这雪地散心 期间宁缺询问墨珊珊 倘若自己有天发生无法控制的变化 成为那举世不容之人 你可会怎样 如果有 那也是这个世界错 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 墨珊珊温柔的言语 算是安抚下宁缺那焦虑的内心 只是宁缺此刻还不知道 自家那侍女桑桑 此刻竟被囚禁在那监牢之中 今日本是除夕 却只能望向那铁窗风雪 想着自家那多情少女 只因桑桑收留了那西林大神官 如今被指犯了通敌之罪 前来逮捕之人 竟是知命以下无敌 散修王景略 鱼龙帮的弟兄 受宁缺所拓暗中保护桑桑 怎能允许其将桑桑带走 可他毕竟是王景略 只是手指轻轻一挥 一道无形威压 便让这众人无法动弹 别忘了 我还是知命以下无敌 桑桑担心鱼龙帮众人安危 只好答应入那军营大牢 可任凭这王景略如何逼问 桑桑始终是一言不发 气得老王不由掏出这小提点 你以为你家少爷是书院十三先生 我就不敢对你用刑是不是 你以为我真不敢呀 哪想王景略话音刚落 这劳门便让人踹台 桑桑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王景略哪里知晓眼前之人 便是书院的十二先生 直到不知是哪来的肥胖小子 胆大包天破育夺人 当下手心运尽 将那天地元气汇聚 陈皮皮见这丝不实抬举 捏了捏手指一道尽力事出 便将这王景略直接震退出去 天下牺牲之人 书院十二先生 你总算知道我是谁 知命以下无敌 终究还是知命以下 这王景略心中一事无奈 只是这书院后山不得干预朝政 十二先生怎可随意抢 我抢了怎么着 十二先生又把人带走 那我怎么交代 我管你怎么交代